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鱼渊相对立 为日落之处 于大荒北京中曾有提到 北海漆黑如墨 大浪碎云 黑桃连天 浩瀚无边 不过 黑羊却无法侵入汤谷一寸 着实一片祥和的净土 岛上升级勃勃 老药遍地 各种药香飞来 让人如寿洗礼 毛孔舒张 一株黄金谷目耸立 神霞缭绕 满树黄金叶片耀眼 密集堆叠 轻轻地摇曳 如满天星辰落下 其他人在惊寒 终于来到了汤谷外 见到了传说中的不死神术 每一个人都很激动 扶桑古神术与不死药一样 若是得到足以让一位大帝活上两世 就更不要说对普通人的作用了 每一位大帝都有一株不死药 他相伴太阳古黄一生 人族的黄早已作画太古年间 而他却还长存余世 人们凯探也不知道过去多少年了 古神术还在 但是人族昔日的黄却早已不存在了 谁都不能挡住岁月的清算 到头来 皆要离世 成为历史中的一朵浪花 即便你惊艳万古 留下赫赫威名 作语中也只能埋身黄土 一夜凡默默思量 汤谷与扶桑不是古中国传说中的地方与神术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山海经海外东经有记载 下有汤谷 汤谷上有扶桑 时日所动 另有古书中记载 扶桑数长数千丈 两干同根 更相依依 是以名扶桑 不过 眼前所见扶桑只有一条主干 且远没有那么高大 高不过六丈 然而却比山月还雄浑 他有一种特别的气势 金色的太阳胜利流动 如在开辟一片古宇宙 演化三千界 蒙蒙的黄金武器缭绕 气象万千 风雷之响发出 在那六丈黄金扶桑神术上方 有一片古殿显现 朦胧而不清晰 如在云雾中 又像是在另外一个世界 太阳古皇的居所 在场的人当时就血脉奋章了 寻找汤谷也就罢了 没有想到能在此见到古皇行宫 人声鼎沸 有些强者早已忍耐不住 向汤谷冲去 要登陆神岛 争夺不死树 进入古殿中 数十人未及倒雨 便被一抹流光打中 当下历时成为了飞灰 连惨哼一声都不能发出 这是宇宙中最本源的一种力量 太阳胜利 这株不死神术很可怕 满树黄金叶摇动哗啦啦作响 仅一片叶子飞出的金光就毁掉了这么多高手 不死神术啊 他也许是最有杀伤力的一株了 不结果实 不长圣药 为云太阳胜利 很多人如冷水泼头 深刻的意识到 人族古皇正道与作画地有多么的可怕 再也不敢妄动 也凡则更为惊异了 扶桑神术上方的虚空游古殿 与一些记载太像了 石周记有记载 扶桑在碧海之中尚有天地宫 太真东王所居 太帝 当时开创太阳真经的那位人族古皇 这些让他正正出神 以前所读到的耶识智译 竟然成真了 在这一刻 叶凡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地球古代发生的事情 为何在紫微谷星域找到了原形 生命的起源来自同一个地方 还是说有人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传向了星空的另一端 木的一种惊悚浮上心头 莫大的危机似要降临 他刹那催动神女炉 四级秘卷横雨经运转 李天大叫着 路亚 你敢 此时 金屋一族的人出手了 竟然催动他们的传世圣兵 打向叶凡几人 那是一件凤翅金锁 也可称之为鸟翅神锐 形似长矛 挂有两耳凤翅刃 通体黄金神霞飞蛇 风锐无匹 金屋族一位大圣所驻兵器 历万劫而不朽 也不知道传世多少万年了 内运神域 镇压万灵 此时 乌翅刘金锁复苏化成一只金屋 留下一道璀璨金光冲了过来 斩向叶凡他们 惊悚的气息 定住了浩瀚北海 经住了吴江海域中的所有骨兽 让现场的修士们颤礼 这就是圣兵之威 一旦复苏堪比圣人出世 虽然想将其神能全面发挥出来很难 但却也足以震死一切的凶主了 叶凡催动神女炉 掌中拳头大的铜炉 晶莹剔透 如一个神女横尘 飞上了天空 流淌烟霞让人迷嘴 两件古圣兵遭遇 但却并未相撞 发出一缕缕的神霞 如磁石一样凝住了 相持不下 鹿鸦神色冷烈 自己的化身被斩 久地被杀 四宗族也给神女炉震死 他早就想出手了 一直隐忍到现在 当然 这也是金屋一族的意志 不然 怎会让这样动用一件传世圣兵呢 数未大能上前相助 催动祠堂 嘹亮的金屋 鸣音响起 像是响遍了九天十地 金色的火焰蒸腾 太阳胜利 翠枯拉朽 倾泻而下 这片海域 黑色的大阳 一下子被蒸干了一大片 竟露出万丈下的海底岩胶 几只如山一样 巨大的可怕骨兽 前行在此 瞬间成为灰烬 上古圣兵对抗 这可怕的波动 殃及了很多人 不少修士如主角子 一样噼里啪啦的 栽落了下去 成为血雾 死于非命 不过 那些不朽的传承 都有准备 显然 早已洞悉这一切 以圣兵守护 挡住了毁灭性的波动 突然 天下第一美人 以轻舞出手 头顶上方出现一座穷楼玉宇 这是一座 以九天神域筑成的 传世圣兵 名为广寒雀 他相助路鸭 从另一侧 镇压叶凡几人 广寒雀 神威赫赫 当中一尊仙子 若隐若现 真实的压落了下来 历天大怒 你们的圣兵当年都是手下败将 忘记神女卢 将你们的神女仙子 一往收尽的往事了吧 他 这是纯粹的接人伤疤 远古时金屋族的公主 广寒宫的仙子 都曾被神女卢收走 落在那位成圣的弃徒手中 下场可想而知 即便是古之大帝 帮你们鼻祖筑成的兵器 也要看是使用的人成就如何 鲁鸦大叫 催动乌斥流金锁镇压 与此同时 一清五夜站在广寒雀上压落下来 谁以武动 偏弱折仙 眉心一点红枝 生出神霞 整个人灵气无尽 两尊圣兵飞来 同时攻伐叶凡他们 虽然不是压倒性的优势 但却也很可怕 毫无疑问 这是有预谋的 鲁鸦以金屋族的圣兵 粘住神女卢 以清五 以广寒雀震杀几人 要一举将他们除掉 诸位还愣着做什么 他们出自人欲教 所有乃是臭名昭著的神女卢 同出手将之抹杀 鲁鸦叫道 在其身后金屋族的高手齐董 助他催动兵器 叶凡他们站在边缘 早就防备这一切呢 知晓一旦到了目的地 肯定不会善了 此时并未落入包围圈中 神女卢颤动 的确神能逆天 要摆脱乌齿流金锁 将要破空而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